为感谢天下父亲的辛劳打造专属父子妇女间的矿山回忆 黄金博物馆在父亲节当天举办黄金阿爸 凝结时间穿越时空父亲节活动 当天不仅全天亲子一起体验本山五坑坑道 爸爸免费 前88组父子妇女一同进入坑道 还可以免费拍摄拍你的照片 写下心里想对对方说的话 保存在黄博物馆的黄金库房 而在八年后再度跨越时空 打开乘风的回忆 8月8日是父亲节 为了庆祝这属于爸爸的日子 黄金博物馆邀请来本山五坑的父亲和子女 写下对父子妇女间的专属矿山回忆 黄博物馆在家这些珍贵的紫紫片与封存在黄金库房 八年后他将穿越时空 再度传递到爸爸或儿女手中 因为要庆祝父亲节 带小朋友顺便来看看走走这样子 有有知道这活动 特地来的带小朋友一起来 感觉很不错 你平常有什么话想对爸爸说 或是爸爸有什么话想对小孩子说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透过用记明信片的方式 我们现场也会帮你拍一个拍立的部分 在八年之后我们把你 会帮你把这个明信片记给爸爸 那时候一直都对你的那个感动 立久明星 黄金博物馆为感谢天下父亲的辛劳 打造专属父子父女间的矿山回忆 举办黄金阿爸凝结时间穿越时空的父亲节活动 当天不仅全天亲子体验本上午坑道 爸爸免费 前88组父女父子一同入坑道 还可以免费拍摄拍礼的照片 不到开游时间就有许多民众来排队 我们从台中 台中 那是今天知道这个活动才来吗 不知道 就是来了才知道 对 那有没有觉得蛮 有 有 有没有觉得很特别 很惊许 父亲节 父亲节快乐 除了爸爸可以免费体验坑道之外 官方还提供特色怀旧明信片 让子女或父亲写下心理想对对方说的话 之后交由黄金博物馆 黄金库房保存 八年后对方将收到此刻的心情 再度跨越时空 打开乘风回忆 杰成为瑞芳采访报道